真的有龙吗? 你说呢,完全没见过 现在就揣测 有人说龙是鳄鱼 像不像? 有人说龙是想当年的恐龙时代 但是也没发现 有人说它是闪电 你看那个形状也很像 甚至说闪电的一个张牙舞爪 但是公认的呢 就是说这个龙它会突云突雾 这当然普遍是中国人说 它曾经历史也有记载 夜空好龙这些都暂时出现 那我在梦里我也见过 而且是一条白龙 一条赤龙 都非常震撼 那个白龙闪着七彩的那个心点 破窗而入 可能它跟赤龙被打败了 那因为火刻金嘛 然后它就破窗而入 归到那个石头上 在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大厅 曾世强 我的老师恩师 他在旁边就合影了 我就怀疑跟他有关系 太漂亮了 所以说白龙这个阶段就过去了 赤龙的时代就要 你可能认为是许老坏了 你能理解多少是多少 这有些东西呢 只有只有这个 一些道行的他才会明白 但是究竟指的是什么 也不好说 至少说我们这个离虎 火运的时代快来了 中华文明 火象中文明嘛 中华这个也要起 但是这个火运之后呢 是水运 这个水运 其实这个是小三元 还有大三元 大三元 大三元是 这个 就是 就是 180年 540年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更大的一个变化 这些东西 说是现在可能是在镇 镇广 并不是说 大三元在镇广 镇代表什么 代表福音 代表争执 代表口舌 你看现在社会现象像不像 之前呢 之前这个 就是说小 我们说小的 小的这个 这个这个 前面走了土运 房地产 一下星期 然后这个这个金运 钱挂 钱金 之后 七对八更 八镇 九离门嘛 七对八更 九离门 不好意思啊 就是 就是矿产大机器 这种 然后对时代 那时候歌星 你发现了少女 那就很兴起 你就反正往前推嘛 就是按照这个 九宫八星这样飞来飞去 就是这样转 地球的规律自然的这种 气能量 就这样转 包括还有说二元八运 二元八运 二元八运是另一种说 这些是地球之运的 有的时候是天体之运的 就是说天之运 地之运 还有人之运 圆会试运的 这些 你要研究数数 这些东西 必须纲领要懂 你要在这个 然后甚至说再求几更运 我们就是 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包括书里都卖了 龙 我之前有个磕磕群 里面所有人都有这个景 都真的见了 就是说有缘 包括现在拍的一些 你看 就是说那个下雨的时候 有人说龙俭峰 那不是 他就是 那个那个 反正他也不像了 嗯 他他那个里面 就游离的这个 有的时候能看到 反正神龙见手 见手不见的 就是你你甚至说 龙月于渊 有的时候在深海 有的时候 天上 非常神奇 嗯 包括凤 也都是 但是说 这个这个 白虎啊 那你是不是 狮虎兽啊 这个这个怎么 不能这样想 这个玄虎 这可能很少人能见我 嗯